好,我们来看一下111页的第五题 下列都是相等的比 哪一个比的前向和后向 除了一以外 没有其他的公因数 好,这个跟我们之前 在求最减分数的时候 它的叙述有没有一样 有的 除了一以外 没有其他的公因数 意思就是说 它是最简单的比 这样了解吗 最简单整数比的意思 好,这个有没有 前向后向有没有公因数 有吧,对不对 这个是5乘5 这个是5乘2 对不对 所以这个5就是他们的什么 公因数 所以这个是有的 对不对 5比2呢 就没有了 因为这两个都是什么数 值数 对不对 所以两个都是值数 10比4呢 有吧 10是什么 是5乘2 那这个呢 是2乘2 然后这个呢 是5乘10 然后这个是2乘10 这些都是有办法 去找到前后向的公因数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不是最简单的数比 所以除了5比2之外 其余的都不是最简单整数比 好,这一题有没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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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